惊人在父子心臟内跳动 民众聚集国父纪念馆 欣赏主灯首秀 2023台湾灯会 5号晚上正式点灯 北市观传局表示 截至到当天晚上10点 首日的赏灯人数 约65万8000人 今年灯会展出遍布台北12行政区 也盼能以此振兴商圈经济 很多的包括旅馆的 已经开始接电话住宿 那整个商圈 中校复兴站那一个区域 跟信义区 其实他们已经抱持非常乐观 日本 韩国 甚至东南亚 以及还有很多的欧美 其实台湾灯会 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品牌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又加上国境开放 所以真的大家走在路上 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周也是开学前最后一周 北市府也在例行灯会记者会上 主打适合亲子赏玩的灯会路线 不仅是观赏主题灯 也设立互动装置吸引民众 台湾灯会为了防止人潮涌挤发生意外 也设立了一套监测人流的系统 那可以看到在主灯区的出入口 有这样一台机器 上面会写下容流人数上限21万人 那目前的容流率还有目前的进场人数 那台湾灯会方这边也是说了 今年的这个监测的系统呢 采用的是监测骨骼的技术 可以精准的计算进出停留的人数 那也不会涉及个人隐私 科技辅助灯会进行人流控管 数字及时回传指挥中心 每平方公尺最多三人 容流率达到80%就会加强注意 达到90%就会启动指出不进的措施 灯会睽违23年 以后重回首都台北 力拼211亿的观光产局 新唐亚太电视 胡宗翰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道